一個嚴重的致命升降機事故 引起社會港墳關注香港升降機的安全問題 我知道現在相關的委員會正在召開會議 今早也有議員在立法會問到行政長官有關 提供資助給業主去改善升降機安全的問題 大家也記得我早前是聯同一班業主朋友 成立了升降機安全關注組 希望長期跟進升降機安全的問題 我們看回數字 其實現時全香港升降機 21年到30年的升降機佔了24% 超過31年佔了28% 而超過50年機靈的 總共在香港有3580台 我們看到香港升降機的老化問題是相當嚴重的 而我們在事發之後聽過多個升降機從業員的代表去反映 現時升降機從業員的工作量也是非常之沉重 由過往通常是兩個人是共同去維修一個升降機 現在很多時候是只有一個人去進行有關保養維修的工作 那些保養維修的時間也是比過往是縮短了很多 這個是直接影響到維修和保養的質素 而很多大廈現在其實未必是成立了法團的 尤其是單棟大廈 我呼籲政府第一 是分階段先處理一些機靈場的升降機的安全裝置問題 希望政府提供資助給這些大廈的業主 讓他們盡快提升他們升降機的安全水平 第二呢 我亦都希望政府加強培訓升降機從業員的人手 讓他們有足夠的人員去處理 接下來這麼大規模全香港 這麼多升降機 加裝安全組件的工程的工作壓力 我亦都是希望政府提供協助給一些單棟式大廈 尤其是未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大廈 希望可以幫到這些大廈 盡快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去改善升降機的保養 維修和日常管理的質素 我強調 人命是無價的 升降機的安全事故 近月已經導致 荃灣海灣花園有兩名住客嚴重受傷 和早前上水明都一個致命的意外 我是絕對不希望 這類這麼嚴重的升降機事故 一而再 再而三 這樣發生 是威脅到市民的生命安全 可以 OK 升降機是否要更換呢 要看整部升降機各個組件整體的狀況 但是如果升降機主要的安全裝置是發揮到功效 上水明都一個這麼嚴重的意外 絕對可以避免 因為大家知道近年的升降機 已經是有相關的安全裝置 去避免升降機的機箱是不正常移動的 如果我們加裝了一些安全組件 已經可以將這些安全隱患大幅度壓低它 是不是要換升降機呢 我相信業主是要衡量保養維修的需要 以及電梯本身的質素 如果日常的保養維修是做得妥當的話 其實那個機靈可以延長一點 但是如果維修是做得不好 日常的維修開支太過沉重 業主也都會自動去考慮 是不是要整部升降機去更換 我想主要不是考慮哪類型的大廈 我覺得最主要是考慮升降機的機靈的長短 應該是越舊的就越要優先 是強制他們去加裝安全的組件 去確保住客和使用者的安全 另一方面我也是覺得政府是有責任 去推動物業管理公司和法團等等 去關注升降機的安全的事故 對不住我補充那一點 還有政府提供的資助 是應該要除了考慮機靈之外 也都要考慮有部分業主的財政狀況 和負擔能力 它可以效法在樓宇維修的項目當中 它也都會為一些業主朋友 尤其是年長的業主朋友 提供一些樓宇維修的資助 去幫助業主 盡快達成共識去維修有需要的項目 我覺得政府可以效法有關的資助項目 而這些資助的計劃可以交給事件局去推行 事件局過去也都是有這樣的角色 去幫一些業主去進行樓宇維修工程 你選擇一些選擇 現在去維修的選擇 有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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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很好 我們實際上在全港各區協助不少大廈和屋苑的時候 都面對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當他們為升降機維修或者保養招承辦商的時候 往往是得很少的承辦商願意入標 因為很多承辦商做開哪一隻牌子的升降機 其他牌子就不入了 造成很多時候 那些升降機的維修商 其實是製造商的子公司 或者是分公司 其實都是自己去維修自己的牌子的升降機 本身就不是很大問題 不過當市場缺乏競爭 而前線的員工人手缺乏待遇欠佳的時候 維修保養質素 是不是可以繼續維修下去呢 有些升降機的生產商 也是因為市隔多年已經停產了 要找相關的零件是不容易 雖然根據競爭條例 所有這些零件 其實應該是可以在一個公開的市場上購買得到 去進行相關的保養維修 但是現實上很多業主 它自己覺得根本是沒有真正的選擇 往往都是只有兩個錶或者三個錶 而現實上 它兩三個錶 最便宜的那個錶 都是現在正在做的那個 所以很多業主是沒有真正的選擇 唯有繼續用回 自己用開那個升降機的維修商 縱使維修商的維修質素不是多理想 服務不是多理想 它們都不是很敢去換個升降機的維修商 所以我覺得政府整體來說 是要檢討整個行業的運作 要確保這些零件是可以自由和合理價錢去買賣 但是維修商之間是有一個良性的競爭 還有是有足夠的升降機的維修人員 可以服務這個市場 OK What do you think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在於Klil industry,其 all the LEPS What do you want the government to do I do think the government should carry out a policy to urge all the property owners to install new safety devices for the leaves if the leaf is old according to the figures there are about 24% of the leaves are between 21 and 30 years old and 28% are older than 31 and 3580 leaves are older than 50 the problem is very obvious we need to deal with the old leave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safeguard the safety of the passenger and the residents and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carry out the scheme to make sure the old leaves will be installed new safety device face by face do you think the government should sponsor a mandatory changing or like have a military place with new ones I think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 proactive role to force the public owner to install the new safety devices to prevent any tragedy occur again and I suggest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subsidies to the public owners when they carry out those repair or installation projects to upgrade the safety level of the leaf and the government can make reference to the URA projects to subsidize the public owners for their renovation project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观看